本年の防衛白書は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や 米中を中心とした全力的競争の一層の経済家など 我が国が直面する安全保障上の課題について説明をしています 日本政府内閣会議22日上午批准 2022年版防衛白皮書 在防衛大臣岸欣甫的主導下 除了在介紹中首替台湾 从去年开始将台湾从中国章节分离 放入美中关系的独立章节中 内容更从5页倍增到10页 白皮书指出中共对台湾加强 施以各种压力 以力量改变现状的情形 不仅是印太也是世界共同的课题 基于这样的观点 日本将与美国及同盟友好国合作 更抱持紧张感注视相关动向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肯定回应 在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提到 不容许中国与武力来统一台湾 这都显示日本政府高度重视 并且密切关注台湾海峡的安全情势 外交部我们期待 能够包括跟日本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 来持续吸手捍卫普世价值 共同促进台湾海峡的安定 另外防卫白皮书也强调 中共在安全保障上令人强烈忧虑的趋势 近年步步增强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21号才观察到 一艘中共海军815型电子侦察船 从东海穿过于纳国岛和台湾直舰海域 向南驶入太平洋 对此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舰艇 进行情报搜集和警戒监视 新唐亚太电视林玉堂堂街 整理报道